史上最年轻的NBA最有价值球员罗斯在9月13号现身香港了 这当然就会引来广大香港NBA球迷的热情追捧 是的 在这个球迷中也出现了香港歌手周博豪的身影 要知道周博豪曾经也是香港篮球队青年队的队员 这次面对偶像周博豪竟然和罗斯切磋起球技来了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教练 刚完成欧洲之旅的NBA超级球星德里克·罗斯第一次到达香港 和香港的球迷展开了零距离互动 就连前香港篮球青年队的队员周博豪也前来一睹偶像的风采 所以今天看到他我自己就是好像做梦一样 能够跟他摸手 或者是他记得我就是两年前跟他碰到面 我就超开心 看到偶像兴奋的几乎说不出话的周博豪竟然现场和罗斯一对一单挑起来 我说周博豪你胆子够大的呀 毕竟人家是世界球星 周博豪显然不是对手 不过这还不算完 主办方好像是想要难为罗斯 竟然在篮球场上架起了乒乓球的桌子 谁知道罗斯也是一个全面的练家子 娱乐天天地大胆跳战MVP报道